想在香港住獨立屋 除了成為千萬富翁之外 村屋可能是另一個選擇 今次的設計單位位於荃灣河貝村 設計師 Matthew Lee 為一家三口設計700呎的單位 一齊看看這個單位到底有甚麼特別之處 單位以長形開則、空間實用 踏入單位的第一眼 就會被客廳旁邊的大窗 和窗外的大自然景色吸引 在屋內看過去就像一個大畫框 框着窗外的風景一樣 在這個單位未建設之前 設計師都已經在平面規畫上 給了不少的意見 例如窗口的大小和比例 為這個單位提高更多的彩光度 加上單位是單邊設計 所以可以打造一整排大窗 貫穿全屋的每個區域 單位以白色為主調 採用簡約的設計 客廳部分擺放了一張米白色布藝沙發 圓浮設計的木色電視櫃更添現代感 客廳旁邊就是開放式廚房 設計師特別打造了一張吧桌 取代一般的餐桌 其實都會有幾個用途 除了用餐之餘 也是廚房延伸的一部分 它可以在備餐的時候提供更多的空間 開放式廚房的旁邊是一條長走廊 左邊是浴室和鋁房 採用了木維新暗門設計 令到空間更健一體化 而右邊就是一面以調子設計的圍欄 樓梯這個位置都是單位的焦點之一 一般都會用玻璃的做法 但設計師選用了一個調子的設計 在功能上除了可以做到扶手和圍欄保護之外 它亦都可以令到更多的光源折射 可以在屋內更加感受到日夜的變化 走到單位的盡頭就是主人房 在主人房的設計上 設計師都選了一些比較粗狂的物料 例如一些木紋的書桌 一些粗質的布料 去營造平和和自然的感覺 戶主希望房內有足夠的儲物空間 所以設計師特別打造高身衣櫃 並加入一面隱藏式鏡 方便護主隨時可以拉出來使用 至於屋房的用色和廳區大致相同 布局以實用性質為主 放置一張睡床和一組高櫃 櫃身設有玻璃展示櫃 可以讓它擺放飾品 對於屋房間衣櫃 有丸層屋 也要遇到 對於屋房間衣櫃 完成櫃身 反正爭 凍了屋屋